本周美股市场注定不平静 美国银行数据显示 美股投资者已经为3月CPI做好准备 在过去两周竟卖出了美国股票 空头在标普500迷你期货的仓内 已经接近2011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 周三备受关注的美国3月CPI数据 可能有助于解决当前华尔街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市场是否正确的锁定了利率轨迹 除此之外 周四PPI生产者价格指数 以及FOMC3月会议纪要 周五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等大型银行将发布一季度财报 开启美股关键财报季 除此之外 周五还公布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每一个数据都会引起当天行情的巨大波动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地聊一聊 本次的3月CPI数据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怎么把握CPI行情以及美股的财报季 分析师怎么预判 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投资网 我是林云 周三三月份CPI数据是5月4日宣布 议息结果前最后一份CPI报告 对美联储的议息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先看经济学家怎么预计的 CPI同比预期增长5.2% 2月份为增长6% CPI月环比预期增长0.2% 2月份为增长0.4% CPI核心同比预期增长5.6% 2月份为增长5.5% CPI核心月环比预期增长0.4% 2月份为0.5% 虽然在一些外行人士看来 总体CPI的变动往往更有话题性 但是如果说周三的数据真的显示 3月总体CPI数据大幅回落的同时 核心CPI却不跌反升 这对于美联储遏制通胀的努力 绝不会是一个好现象 上周公布的3月就业数据显示就业市场有弹性 被视为提高了下个月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 当前的美联储利率互换显示 FOMC在5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0% 如果说整体CPI符合了预期或者是低于预期 那么市场是很难有惊痛的海浪 除非说CPI数据出现了很大的反差 美国银行财富管理公司的全国投资策略师 Tom Helen表示 如果说CPI过热 投资者将开始将利率定价为更积极美联储的水平 并可能给资产价格带来了压力 该公司建议客户略微减少股票 预计加息将打击消费者支出和企业的利润 其实自CPI飙升至9.1%的40年高点以来 整体CPI一直在随着能源的价格下跌而回落 然而在4月2日欧佩克宣布意外减强后 这些成分可能会再次回升 在美国人开始计划夏季度假之际 不断上涨的原油价格可能会影响到汽油和航空燃料 近几个月通胀如此强劲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租金成本高 这一趋势可能在3月份还会继续 许多司令部门衡量租金的指标显示 对于新租约而言 价格增长已经险逐放缓 但是由CPI衡量的租金上涨 涵盖了所有的租赁 而不仅仅是新的租赁 而且这种放缓还没有在政府的官方数据中体现出来 美联储官员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表示 他们预计未来几个月政府的数据将显示租金价格放缓 但是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还不明显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担心 住房通胀放缓可能永远不会像美联储预期的那样 完全成为现实 部分原因是其他经济领域的持续强劲 这使得价格居高不下 这使得住房成本成为3月份报告中值得关注的关键领域 由于住房通胀的已知之后和预期的放缓 美联储最近一直关注核心服务 即不包括能源和住房的服务类别 核心服务也可能是最难压制的 因为它对利率上市的敏感度远不如商品等其他行业 这类别近期趋势的任何放缓都可能有助于 支持美联储在下次会议上暂停加息 然而3月份在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花旗经济学家就预计 医生服务在2月放缓后将再度反弹 而娱乐和个人服务也可能保持高位 3月份的另一个焦点是汽车价格 随着2021年经济的重新开放 二手折成本飙升是本轮通胀的最初驱动因素 但是以CPI衡量的汽车价格已经下跌了大约一年 这帮助商品价格在近几个月整体下降 在服务价格攀升之际 这被视为美联储的胜利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 汽车价格正在再次上涨 这可能会扭转最近商品成本整体上涨的趋势 前纽约联储备银行分析师说 汽车批发价格自今年年初以来一直在上涨 现在开始影响零售价格 另外还请告 随着汽车价格的上涨 汽车租赁或保险等汽车服务的成本也会消声 美联储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后知后学 那么本周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本周三CPI有可能是财报季前的最后出货日 今期的走势也可能会是大盘上半年的高点 做多做空的都可以好好的把握 理由一 下个月的CPI照模型预测会有所反弹 这个月的数字越低就显得下个月的高 第二个理由是 这可能会是货币政策开始有效发酵的第一个财报季 利用财报季前的利好先出货的几率不小 尤其是今年涨了不少的科技半导体板块 最后呢 散户看多情绪指数来到一年的高点 而这一年往往情绪高点就是阶段高位 高盛预测 如果说周三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6% 那么标普500指数将至少下跌2% 如果说公布的数据在5.2%至6%之间 那么每股跌幅为1%至2% 如果说通胀数据在4.6%至5.1%的区间 那么美股有望上涨0.5%至1% 如果说通胀率小于了4.6% 那么标普500指数则至少上涨2% 让我们拭目以待 明天公布的周三CPI数据 与此同时 同样将于本周三发布的美联储 3月21-22日会议纪要 可能提供进一步收紧政策的意愿 以及对银行体系和贷款状况的看法的线索 此外美联储官员未来一周的讲话以上繁多 且多数发表讲话的官员为 2023年FOMC票尾 有望给美联储5月份的利率局提供之一 FOMC永久票尾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 2023年FOMC票尾 哈克卡什卡利将陆续发表讲话 芝加哥联储主席胡尔斯 与李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 也将发表讲话 投资者均需留意他们对美联储 后续加息步伐的看法 当前多数美联储官员们仍然不断强调 努力应对棘手的通胀问题 和缓解美国银行业危机不冲突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美股的本次财报季 美国银行业危机叠加 由此导致的美联储加息见顶预期 使得美股科技大盘股在一季度大幅反弹 进入技术性牛市 但是不少分析师认为 科技大盘股在一季度涨势过度 支持其上涨的因素并不成立 近期高盛首席美股股票测的师 David Costing带领的团队在眼报中表示 美股可能迎来三年以来的最糟糕财报季 这将导致美股暴跌 根据Findside的数据 华尔街预期美国企业首季盈利下跌 6.8% 如果说到时候公布出来的数字 真的是这 这将标示着美国企业利润 是自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 最严重的季度收缩 Findside指出 此次美股企业盈利预期下调 与发布负面盈利指引的美国公司数量增加相符 截至目前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 有106家公司发布了负面猜测 而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为65家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近期华尔街一直在下调对美股企业的业绩预期 投资者将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在企业的最新业绩上 以了解企业利润会蒸发多少 以及这是否会对这些公司的市盈率提高 对于一家上市企业而言 利润下降意味着公司估值可能会显得更加高 Findsign的数据显示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 目前的市盈率约为未来12个月 预期收益的是8倍 略高于10年平均值17.3 趋势一直以来市场征兵的地方是华尔街预期低了 企业盈利更容易有超预期的表现 反映市场的过多恐慌 亦或是华尔街预期低了 而企业交出的业绩真的是欠佳 反映经济转差冲击企业盈利 企业转趋防守缩减资本开支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金融股 例如摩根花旗等本周五率先公布手机财记 成为了重大的启示 除了财务业绩本身之外 我们还将高度关注银行的前瞻性指引 和银行系统的健康情况 比如说存款流出银行体系的情况等 那么既然说美股糟糕的财报级已经将到来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适宜的投资策略 来帮助自己的投资组合呢 第一呢 企业的利润率将是关键 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正在挤压企业的利润率 上个季度标普外出成分股的公司利润率下降了11.2% 超过了预期的11.1% 正因如此 那些有可靠计划保护起利润率的公司 应该会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高盛表示呢 由于利润率预计将出现疫情以来最大的季度收缩 投资者将关注那些设法保持利润率 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保持利润率 答案呢 是提高定价能力 虚拣成本 或实现更严格的费用管理策略可能会获得回报 第二点呢 是企业是否在利用人工智能AI来虚拣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 由于TrackGPT的兴起 使AI成为2023年最受关注的投资趋势之一 微软母公司Alphabet 谷歌和英伟达等大型科技公司 在AI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其业绩上涨抵消了其他市场板块的疲乱 同时推动纳斯达克100指数重回牛市区间 通过这种方式 企业能够弥补利润和销售的疲乱 并利用AI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尤其是如果说AI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效率 来帮助提高利润率 企业逐渐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来使工作任务自动化 提高劳动效率 这可能是利润率的一个新的潜在利好因素 第三呢 是企业事件之初 这一期向呢 已经开始显现 与2021年第四季度相比 去年第四季度高升的股票回购下降了20%以上 仍然处于疲软状态 此外呢 几项领先的经济指标显示呢 企业正在削减资本项目和研发方面的支出 因此预计投资者将密切关注 财报电话会中出现任何相关迹象 第四点呢 是投资者需要制定保护自己投资组合的策略 过去呢 大型科技股一直支撑着标普5倍支出的涨势 而价值为导向的股票 在2020年表现出色后 却落后于大盘 从技术上来讲 当企业盈利连续两个季度萎缩时 就可以称之为盈利衰退 虽然盈利衰退通常与更广泛的经济衰退同时出现 但是呢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研究公司总裁引用标准普通的数据显示呢 从历史上看 在经济衰退期间 标普500指成分股公司的美股收益总是会下降 但是这一次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在没有出现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 企业盈利就可能会下降 无论整体经济形势如何 仍有人预计 疲乱的企业业绩可能推动标普500指数 回落至去年10月的低点 当时该指数跌破了3600点 Fedurch Hermes首席股市策略师 主张采取防御型的投资策略 重点关注价格较低的价值股 小盘股和国际股 以及具有较低风险和较高股息收益率的行业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